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研究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就是錦然吳志龍 很高興又一次再跟大家分享時事 今星期我們關注到新選制產生的 立法會第一次與行政長官交手 當中有一些值得關注的細節 話說國泰基組引爆了香港社會的第五波疫情 特區政府急急叫停了食肆的晚市時段 直至年初三 也就是說全世界都不能外出食團年飯 飲食行業損失慘重 而過年氣氛都大打折扣 一時間社會民怨四喜 令行政長官一頭演 新一屆立法會上個星期首次開會 行政長官出席了答問大會 焦點當然落在抗疫事件上 90位議會新櫃與行政長官第一次交手 如果大家以為 新選制產生的議員肯定與政府 和和氣氣、有商有糧 這樣就錯了 第一次開會 多達五十多位議員要求發言 雖然最終只有十七人獲安排發言 但一連串的問題 例如為何政府沒有對國泰基組人員加強管理 事發之後又為何沒有即時懲處國泰 又是否會再派發消費券或現金來輸解民困 都顯示了雖然議會是以建制派為主 但對行政長官的招呼都是十分熱情和周到的 當中我們見到田北辰、陳凱欣等人 比較激動一點 話說民政經驗比較豐富的田北辰 開會之前已經去信行政長官辦公室 要求林鄭月娥在立法會解釋 國泰航空機組人員違反檢疫措施的這件事 由於議會質詢公開要求 林鄭月娥事件向社會道歉 陳凱欣等多名議員都跟進 促請特首就允許國泰客機去貨機犯的安排 向市民道歉 陳凱欣亦都要求特首要多方面學習 內地的抗疫檢疫方法 多名議員都要求政府在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之後 再推出不少於每人五千元的本地消費券 而是刺激經濟的 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就強調 現時的各種抗疫措施 其實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大多數都行之有效 認為議員不能夠因為個別事件 茂然盲目地說這套機制行不通 對於客機去貨機犯的安排 她就說現在並不適合公開辯論和吵架的時候 現在更加需要深入調查 嚴肅跟進事件 等了解清楚事件之後 再向公眾交代 從這些議會的交鋒片段可以見到 新一屆的議會可謂戰鬥力十足 但是否代表議會真正監督到政府 以及可以跟政府一起推動到良政善治 關鍵還是要看政府和議會 如何擺正自己的角色 就以要求政府派錢為例 議員能夠促使政府還富於民 當然可以大收民心 因為彰顯了議員為民請命的角色 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其實都需要同時考慮政府的困難 我們見到過去兩年 政府推出了很多輪的防疫紓困措施 對公共財政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面對外圍不明朗因素 未來香港還有很多基建要進行 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客觀的事實 香港的財政儲備是不會用之不盡的 疫情至今已經持續超過兩年 特區政府因為疫情額外的開支 已經高達2380多億 佔財政儲備的兩成多 但我們與疫情的戰爭仍然未見到終點 中美關係等等外圍的因素 其實都風雲難測 議員要有所表現 當然是無可口非的 但實在不應該過度罕政府之害 議員要表現為民請命 監督政府 但不能夠過分民粹 有失大局 過往議會裏面的反對派令人神憎鬼厭 很主要是因為他們逢政府必反 完全不理實際的情況 也都從來不會在反對之後 提出具體的可行性建議 今屆的立法會議員雖然都是愛國者 但不代表不可以做反對派 問題是要做一個理性的反對派 其實是不容易的 新選舉制度下 今屆的立法會議員是來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行業 不同的專業 理論上是可以更加廣泛地代表社會各界不同的聲音 但實際論證的效果 其實要看回個別議員本身 對政府全局的認識 對公共政策的了解 對議員角色的理解 對香港具體情況的客觀掌握 更加重要的是議員的心態問題 究竟你是從選舉的角度來衡量自己的工作 還是以社會服務的角度來衡量自己的工作 香港要達到良正善致 社會上每一個持份者都有責任 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體系是特別重要的 而螢幕前的每一位觀眾其實都很關鍵的 因為你們的意見最終會匯集成為民意 民意在民主社會裏面是最強大的推動力 對議會、對政府都有極強大的影響力 好了 今日的分享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